помог 大家有試過在夜蘭人應的時候 忽然之間聽到一些聲音 像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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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雖然很快就消失了 但其實你的身體已經響起了景囊 如果有的話, 這一集就適合你們看 今天楊醫師, 我先介紹一下 這一位… 你好… 你好… 他唱歌唱得很好聽 謝謝… 劉威王, 我們曾經在音樂劇中合作過 我很喜歡他唱歌 謝謝蛋哥, 請我上來 為什麼我今天要找威王上來談這個題目 就是這個… 其實我跟他也有一個差不多的… 想問你的一個問題 你待會慢慢問, 我就搶先問一下 因為我70年代入行的時候 我戴耳筒, 因為我做音樂劇 那些耳機以前就不像現在這樣 又在骨頭, 感受 直接撞入耳鼓裡面 我們又要開得很大聲 所以你看我現在這麼大聲說話 其實也有點因為以前 我的親人經常說 我不要說話這麼大聲, 聊天而已 我是怕聽不到 有一段時間是這樣 什麼事? 其實應該是什麼事就行了 就是… 我知道了, 輕輕一點 我自己控制不了他的聲音 我經常覺得是因為戴耳筒 我的耳朵不知道是否有問題 你做音樂的, 有沒有這個問題 現在你說頭大色 我們現在是耳朵的 很多時候唱歌上台都會用耳朵 有時候太靜, 會有些聲音 我也擔心會不會… 如果我們經常這樣 會不會真的會傷到耳朵? 其實真的會 如果你殺時間突然之間有些大聲 相信大家都有個經驗 突然之間有些東西在旁邊 很大聲地說話 內耳朵就會受到刺激 而有些突發性的耳朵 但是如果好像蛋哥那樣 長年累月用噪音這樣 不斷地轟炸自己的話 其實久而久之 耳神經會有些退化的情況 有時候聽話就會沒有那麼清楚 有些人容易有耳水不平衡的問題 也會容易有耳朵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種類 對, 那我們進入耳朵這個主題 沒錯 我真的有時候很有趣 會突然這樣 是不是? 我跟他一樣 沒有, 身邊沒有東西 會不會掉下來 但很短, 大概一分鐘內 這些算不算耳朵? 其實這些也算的 耳朵有分兩種 頭一種是比較小聲的 有些就是… 有些就是… 好像一些蟬音 彈歌語十三… 有些蟬聲 這些其實跟腎虛有關 我們中醫有說, 腎開竅於耳 對, 如果有肎虛的人 有一定程度的肎虛的人 有時會有一些耳鳴的聲音 有時我們過勞 或者晚了睡覺 或者工作太辛苦的時候 有時都會有這種情況 其實很多見的 但只是一時時而已 如果嚴重的人 才會長年累月 就會經常聽到… 嗶… 那些聲音 好像有些… 電視台看不到的時候 就會嗶… 那就是這樣 不好意思, 腎虛那麼恐怖 對, 皮神… 剛才你說嗶… 和嗶… 是否兩個都關係 其實偏小聲的耳鳴 跟虛靜有關 有些是跟實火有關的 就像打仗 那樣… 那些其實很慘 我沒試過 現在你試看 沒事… 其實有些很嚴重的耳鳴 就會有這種情況 有些譬如乾屈、屈火型的 或者是乾火、黃盛那些 都特別容易有些很大聲的耳鳴 即是說耳鳴… 耳鳴這不是耳朵出問題 可能是其他器官 剛才你說的 神出問題 其實我們身體所有的症狀 如果一出現 其實是反應是身體內部的 當然, 你說結構上 是有些問題 譬如內耳道、耳神經 還是你損傷了細胞 其實這個是在現代醫學 那個細胞組織那裡看 但是如果中醫學的角度來講 你是從體質那裡 其實你已經是損傷了 所以就會出現這些症狀 有沒有說是大人多耳鳴 年紀大多耳鳴 男多耳鳴 你有沒有這樣的數據 其實都有的 如果臨床上面 我們多見 其實到… 我們說年過四十陰氣自伴 四十歲打後 氣和血比較弱一些 通常如果多見 就是四十歲打後的時候 但現在因為工作都比較忙 香港壓力 全世界壓力比較大一些 其實都有逐漸年輕化的趨勢 我都會有見過的 我見過 突發性耳龍 對 突發性耳龍 突然之間很慘的 突然之間有隻耳朵聽不清楚 西醫的檢查就說 你是有些突發性耳龍 你是某個頻率是完全聽不到的 幸好其實這些情況 其實如果醫得快的話 因為短時間 一般來講針對中藥那些 它是很快 一兩個星期就好 但是其實盡量不要讓自己太操勞 因為有時太操勞 真的特別容易有耳鳴的問題 我也試過 有時 還有在一些很靜的空間 很靜的空間 你會覺得好像自己的耳朵塞了 然後你就會聽到 剛才你說的V 那當你戴上耳機 又沒事了 因為你耳機的時候 你有其他聲音去干擾 其實你是長年六月 是有一些噪音 是不斷令你的耳神經退化 對 要小心一點 可能你們在做事的時候 戴就無可口非了 但是你到差不多完結了的時候 有時可以自己按一下穴位 擦一下耳瓶這些位 還有有時盡可能 在自己休息的時候 盡量聽少一些東西 因為你的耳朵會疲勞 真的不聽 老婆不要跟我說話 現在楊醫師叫我聽少一些 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這個可以 因為有些人休息的時候 都會開著音樂來聽 譬如做DJ 好像以前的反歌 或者你的歌手 他有時有慣性 他放鬆的時候 聽一下音樂 聽一下收音機 變成他久而久之 他不斷操勞耳朵 就會令他加重 正正我想問你這個問題 即是我們現在看到 即使他不是音樂人 他喜歡音樂 所以我們經常看到 現在不用戴了 他們就戴… 戴那些… 你叫甚麼… 要戴耳朵 總之又是耳機 但就塞在耳朵上 那便聽歌 謝丹Sir叫我不要經常玩手機 那我不玩手機 我就在那邊聽歌 是 船程坐地鐵 不知道去哪裡 一直聽著歌 其實你提不提 你會否鼓勵大家這樣做 其實有數據研究顯示 這種好像蛋哥以前那種 比較大型的 吸耳式 吸耳式 現在都有 很型的 吸耳式好像很型的 因為它太近了 其實它會等於一個 近所導致的傷害 那些波幅太厲害了 它那個波長 它太近的耳道 或者是我們耳目 太深 還會更加傷害到 所以他們會建議 如果你真的開喇叭的話 就這樣聽 比真的這樣失去耳朵 這個大家都要留意 我經常留意 現在沒有辦法 我看到很多人 我不想聽外面的世界 剛才有楊醫師說 不要聽那麼多 我就自己聽自己的音樂 我喜歡自己的音樂 其實真的 即使現在多進步 都好 聲音始終都是在你的耳朵 那麼近去騷擾 沒錯 越近其實越傷 你沒有騷擾到人 但是你的耳朵 是不斷地刺激 以及不斷地受傷害 所以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 你唱歌要大就沒有辦法 但是我建議就是平時 你聽音樂都少用些 那些耳朵 即是聽喇叭會好些 對喇叭會好些 好了 又耳朵了 有點嗚又時疑 那找你了 怎麼搞呢 一般來說 我們通常是內服中藥 調整身體 剛才說虛症的話 是補虛 實症的話 通常是射火為主 射乾火等 另一方面 就是如果有些突發性耳龍 突發性耳鳴 真的很困擾 一般來說 針灸的作用是很大的 針灸都是辯證論子 如果是本身腎虛的 就養腎 但通常突發性耳龍 是牽涉乾屈的多 即那陣子是很不開心 情緒壓力很大 或者是很勞累很粗 通常是有些疏乾解屈的穴位 另外要叫他平時有空按一按耳邊的穴位 這樣也會有幫助 不如你教我一兩個很容易做到穴位 那大家 你知道我的耳朵 你經常說我乾屈 乾屈的人很容易有耳鳴 而且很容易有耳朵不舒服 即是乾火性 你夜睡就容易乾火性 因為我試過有時太累 就會出現耳鳴 所以你平時可以多些 這個是不是小耳瓶這個位 小耳瓶這些位置有耳門 聽功聽回穴 即是耳門聽功聽回穴 即是你輪著這樣搓就可以 你不要管什麼穴位 總之你搓耳瓶這個前面的粒陷位 最小力吧,不要大力 是的 你有空搓一下 其實你等於按摩你自己的內耳道那些位 你會舒服很多 這些位置 即是粒陷出來的 對 這些粒陷出來的位置 大力 好的 好,剛才你說的針灸 要找你才行 但桌面的這些 我們自己都可以… 可以有時熬一熬 治療我們的耳鳴 沒錯 首先說腎虛性的耳鳴 其實這裡有濟手烏 淮山、雲寧、黃禎和久忌子 久忌子本身可以陽光神 亦可以明目的 那製手烏和黃禎 其實它本身有好好養神禎的作用 如果有腎虛性耳鳴的人 都可以用一用來養神器 而雲寧和淮山都是養皮 同時亦可以幫助養神器 其實方法很簡單 平時可以用些豬腱 加些毛花果 將所有藥材浸大約30分鐘 煮滾了之後 收慢火 即是煮多一個小時 這樣就好喝的 其實可以養神器 是的 另外剛才說的 瓣瓣聲的耳鳴 好像打妝一樣 其實是很滋擾的 很慘的 那些人不能睡覺 平時很大機會 其實它有乾火的問題 我們會用到棉茵層、菊花 山地、竹葉和枝子 枝子可以清上、中、下、三朝 那些伏火、那些熱氣 而棉茵層和菊花可以清乾火 山地其實是養陰的 因為我們清熱之餘 其實都要滋陰 如果不是就像打火鍋一樣 湯很少 鍋繼續燒的話 人也會容易上火 所以要山地滋陰為主 竹葉就清一清深火 清一清深火的話 就令乾火少 這個湯水會有點苦苦澀澀 所以平時可以一個星期喝一次 你當藥材湯煲來喝就可以了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 那現在有兩款 那你會建議… 某一樣東西來焗水 如果某一樣東西來焗水 菊花就很常用 菊花其實本身可以清乾射火 這個是胎菊 嬰菊花 清乾的作用比較緩和 有時焗水喝 你也可以去乾火 就當是花茶 沒錯 那你記得是60至80度水就好 因為那些有效成分 它會容易揮發 如果滾水的話 另外就是如果這一邊 你可以用淮山 大家都知道淮山 淮山有時我們一定會吃飯 粥等那些 你撕水去煮飯 淮山飯 也可以養腎氣 淮上飯之前 淮幾粒九幾指 很漂亮 那個飯就有紅色 好,那今天謝謝楊醫師 謝謝劉海王 謝謝蛋哥 謝謝蛋哥 我們現在開始了 你為甚麼聲音這麼小 我已經很大聲了 你聽聽嗎 我真的很難聽聽聽 不過跟你平時說話好像很不靈 我怕你耳鳴 我怕你耳鳴 我小聲一點 我怕你耳鳴 你耳鳴 Paul Sir 耳鳴可以做甚麼 耳鳴就是看醫生 耳鳴就是為何要做運動 其實不是做運動 耳鳴的成因有幾種 當然如果你發覺內耳有刺痛 就一定要看專科醫生 一般很簡單 壓力 令你裡面有些咽喉和肌肉收緊 也會產生耳鳴 另外,例如你有沒有試過搭電梯 對… 上來一塊氣壓改變了 也會產生耳鳴 甚至天氣潮濕 天氣潮濕也會的 氣壓裡面和外面不同 所以耳鳴其實我們也有些事情 可以做的 做甚麼可以舒緩 對 讓它變成一個很漂亮的聲音 不要很討厭 是,我明白 很討厭我的聲音 對,你會影響慢性潮濕 所以當你出現耳鳴時 你的程序都起了變化 你便會發生耳鳴 好,一發生耳鳴之後 問題可能會持續性 有時候沒事的 你可能聊聊聊聊天 吃東西又沒事的 對… 但那一刻就很辛苦 很困擾 這就是因為氣壓 或者跟肌肉有關 我們可以最簡單試一下 按摩就是按摩在椅背後面 這裡 耳珠對上這個位置 這裡嗎 對,這裡你輕輕用一個擦油 動一下它 這樣嗎 對 為甚麼呢 這就是接近一個外耳和中耳 因為你的肌肉 有可能是因為收緊了 而壓住耳道 壓住耳道之後 你就會因為氣壓問題 而產生一些耳鳴 對,就是這樣擦一下它 兩個方向怎樣都動一下它 不用大力 記住不用大力 因為你要想想一件事 有時有些情形就是 你如果少說話 這些肌肉來說 基本上會僵硬了 就像天凍 等等 我現在按下去會痛 痛的話 你慢慢擦一下它 可能肌肉太硬了 硬而已 對,剛才我提到 就是天氣冷的時候 老實說 你又沒有特別說話 我們那些人不會 經常多說話 沒事的 有些人真的 或者因為工作上 又不能說話 又不能埋頭苦過 變成這裡的肌肉是僵硬了 你便輕輕擦一下它 好,另外也可以動一下鱷骨 對 怎樣動鱷骨 兩隻會動 不用歪著嘴巴 我動不了 你慢慢 我嗎 你別嚇我 沒事吧 動鱷骨,不是動嘴巴 如果你不懂,不要緊 你可以輕輕擦著 左右輕輕擦一下它 我真的不懂 為什麼你動得這麼… 好嗎 對…不用太用力 臉部都要顫著 托著這個位置 鱷骨這裡,輕輕兩邊撥一下它 是 好,如果不行的 用手 我覺得不是太棒 我一個不行的 大家就可以開始… 碰著,輕輕兩邊推 是 是 好的… 這樣又舒緩一點了 對,就是把這裡所有周邊的肌肉 動一下它 對 好 對,另外也會 因為你耳背這裡的肌肉就是 這個動作可能要用手幫幫 輕輕向後推一推 向後推 好 這樣嗎? 對,推到後面 對 輕輕推,握著它 輕輕推一推,放鬆 對 你覺得耳背的肌肉嗎? 對 這些是很少留意的地方 對 對 因為你自己有時候 很簡單 這些關節變硬了 你又不知道 天氣的氣壓變了 濕度變了 你又不知道 加上你的可能性 這裡的肌肉很少活動 人家教這裡 牙教關節 你除了說話 吃東西之後又動 其他人不會怎麼動 所以就慢慢地動 所以剛才兩邊動 動不了 其實是因為僵硬 慢慢練 對 就是三個地方 其實最主要 周邊鎖的肌肉是硬的 對 那就弄鬆它 按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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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嗎? 然後 動一下鱷骨 動 真的 不動鱷骨 用了臉 做甚麼 我不知道在哪 好 我幫你了,拆掉它就可以了 這裡 對 向後推 對,輕輕向後推 對 這個就可以了 那你現在聽到我說話嗎 我現在… 你現在聽到嗎? 我說回正經了 是,那就聽到了 是,希望大家都不會有耳鳴 有的時候 我們就懂得如何處理 對,但要記住 如果你真的有持續性的痛症 就一定要找專科醫生 可能是其他較複雜的問題 沒錯 謝謝… 好嗎? 好嗎? Wiley姐 是 甚麼湯? 適合你 我沒有耳鳴 不是耳鳴 因為耳鳴的朋友通常都很傷腦 通常都是用心神 還有用腦子去創作 過度 想事情等等 所以有時候我跟朋友說 如果你體力勞動,你累 你最多可能是睡一、兩天 對吧? 但是如果你的人 你的心神過了的時候 其實不是用睡覺去補充 其實對我們身體五臟六腑 那個損耗其實也挺大 所以以明… 怕得我很害怕 不用怕… 我沒有以明 雖然我是用腦子多 但是… 但是越聽越害怕 這個湯越來越適合我 是啊 還有就是說 為什麼我今天要特意去用 我們基松用,用淮山、蓮子、磁石 杞子、圓肉 這些那麼多瘦肉、章魚 這些那麼多款湯料 去熬給你,原因就是… 你知道我們基松用 其實最主要就是補腦 它是健腦、抑血 還有它可以幫你負正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這個蓮子 你也記得了 我們早幾集都說過 其實是清心火和補血 是不是? 而這個磁石 它可以幫我們補腎、胃 這兩樣東西 好,整個湯除了有益之外 它最主要是鮮甜的味道 所以就可以哄到你喝了 就是… 你就不會驗了 是 你多喝幾次 你都會記憶去叫喝 譬如我們利用章魚 因為整個湯水… 我的最愛 整個湯水 其實它的鮮甜的味道 就是靠我們這個章魚去帶出來 這個章魚 就是剛才我的工作人員 已經是讚不絕口 他們見開的章魚 是 去到買 真的像章魚一樣 是 但是為什麼你找到一些 這麼年輕、美貌、美、英俊、瀟灑的章魚 其實我們去挑選章魚的時間 你要看 可能你的同事看這個 其實是正和背 看得到正面 你就是用背面補粉的 不是,不是補粉 而是它自己本身 你會看到它有正面和背面 曬太陽曬得多 那個背面 是嗎? 但是如果我們選章魚 我們一定要選一些厚的 它煮出來的味道 它才夠鮮甜 而且它煮出來的時間 也正如你所說 你最喜歡喝湯的時間 有得照 是 有咬口,對嗎? 咬口 所以其實我們章魚去選 我們不是要選顏色 我們最主要就是選它的厚薄 好嗎? 而我們去這個章魚 如果我們… 雖然這個湯我們煮的時間 不需要時間長 大約兩個多小時左右 但是我們希望它 將所有的味道 鮮甜的味道帶出來 我們就會把它剪得細快 令它的味道快一點 這樣出出來 那這些要不要先浸水 還是整熱一下它 還是怎樣先放進去? 我們用這個章魚 我們煮的時候 我們用水洗乾淨 然後呢 不斷用一些滾水去浸一浸 這樣就夠 不要浸得太久 要不然它的鮮甜的味道 就會去浸泡那裡 所以我們去… 當然你洗的時候 要洗得乾淨 因為其實它裡面就已經… 不會像我們其他湯料一樣 它外面髒 我們洗了這樣就可以了 而裡面其實已經很乾淨 當然譬如有些硬的物體 我們一定要剪掉它 剪掉它 剪掉它 是不是? 但是好了 你借馬說 說得很適合 譬如我們清洗那方面 我們的基蟲蓉 因為你會看到 其實它裡面也有很多毛孔 小孔 所以我們去洗的時候 一定要用清水去洗一下 然後就去浸 浸完之後 就最好用手去拿去捏 這樣捏的原因就是 希望在細孔裡面的髒物 這樣就可以拿出來 你洗的時候 你吃的時候 就不會有一種很草結的味道 需要剪嗎? 要剪就是剪後面 那個最尾的那裡 其他那些就全部可以吃的 是 好嗎? 維尼燒 是 我不是耳鳴 是 我聽到章魚的呼喚 他呼喚我 現在 你看他啪啪… 他會吃喝喝喝喝喝 他的呼喚 我聽得很清楚 是 好 這個湯我同樣沒有下鹽 你待會喝下去的時間 你就會發覺到為什麼 又問我為什麼 他很大, 原因就是… 又是愛心 有章魚, 我要章魚 你為什麼把瘦肉給我 他油, 他新鮮 油走 是, 章魚 淮山 好…淮山… 好 好, 各位觀眾 是 他叫章魚的呼喚 是 我在耳朵裡聽得很清楚 所以… 看看, 看看 看看 因為這個章魚 剛才在嘮嚼的時候 那一層章魚的湯 章魚的味道已經很濃 是 很好吃, 是嗎 如果煮得不夠, 是韌的 是啊 現在吃下去 鬆軟 是啊 不僅合格 是99分 還有1分 太熱了 是綠豆, 是熱的 很好吃, 是嗎 甜 是啊 很鮮甜 這個湯很鮮甜 這個湯必喝 鮮甜 有淮山 這個湯很值得 推薦給大家 不要管有沒有耳鳴 是 總之聽著《章魚的呼喚》 這樣就可以喝這個湯 記住了 謝謝Pony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 再見 再見 聽完楊醫師說了 你們要做了 有所謂忠然就是逆耳 但是如果噪音 就相耳 所以 你如果把音樂 放在耳朵上 就可能讓你好聽的音樂 都變成噪音 就傷了你的耳朵 那又何必呢 對吧 所以盡量把音樂 遠離自己 真的去逃野性情 這樣就好了 我知道 一定要做 而你呢 一定做得到 不好 既然會有其他 既然會有尽管 也是 一定的 天